第七十五集 李道爷抓住二怪的手 一针刺中二怪手指甲下的穴位 二怪疼得嗷着一声叫 差点蹦起来 这时的李道爷手法变得奇怪 一下子抬起了二怪的脚 把第三根银针 插进了二怪脚大拇指下 还没有准备扎第四针 这时附在二怪身上的 吊死鬼老林受不了了 用哭腔说道 别扎了 别扎了 我这就走 李道爷听到这里 停下手里的迎针看着二怪 此时的二怪已经抬不起头了 在那里低着头 眼泪鼻涕地往下低着 身子不住地抖 李道爷问道 如今你想走了 吊死鬼老林叫道 是 是 是 我走 我走 李道爷说 走了之后 还会害人吗 吊死鬼老林说 我 我 我不敢害我父神的人了 我也不敢再找道爷的麻烦了 不过 其他人都该死 我 我要让他们上吊 李道爷说 事到如今 你还是想着害人 看来 留你也没有什么用了 看来得除掉你这个厉鬼了 说完之后 拿出一根银针 抓过二怪的手 一针刺中 掌口的大灵血 这时的二怪 连扭曲得更厉害了 身子一个劲地抖 马特大爷和二怪的爹 两个人都抓不住了 负在二怪身上的老林 歇斯底里地扔道 道爷饶命 道爷饶命 我改了 我改了 我再也不敢害人了 李道爷说 此话当真 吊死鬼老林啥的 当真 当真 如果是假的 让我不得好死 李道爷说 你本来就是死的 还能死到哪里去 吊死鬼老林 叫嚷着道 让我 让我 永世不得朝生总行了吧 道爷 道爷 我真该了 道爷说 好吧 我看你心中恶毒 本想炸死 但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饶过你 说完 手拔下三根银针 独独留下 人中上的银针 这时 附在二怪身上的老林 舌头也不伸了 眼睛也不瞪了 身子哆哆嗦嗦地 给老道爷跪下 老道爷把手里的木盒放下 起身扶起 吊死鬼老林 用和缓的语气说 老林 我们知道 你死得冤屈 我当年怕你回来 害人 又故意把你的躯体 埋入洼地 让你受了这些年的苦 可那些 都是当年的行事所必呀 这几年 我想起这事 心里都不舒服 刚才 听你说在那里受苦 我就和麻子上意 把你的尸骨遗骸 起出来 重新用棺材 成脸 给你找一个好地方 让你不再受苦 还有就是你当年的死 和你开玩笑的人 都非常的愧疚 谁也没有想到 你会为了这点小事 而去上吊而死 可人死不能复生 他们就是再愧疚 也没有什么用啊 这样吧 我出钱找人 帮你做一副棺材 然后把你风风光光地 葬在风水之地 给你办超度法事 让你不带仇恨和怨气 风风光光地 去封都城 重入轮回 不再受这个上吊之苦 如何 这时 吊丝鬼老林 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在那里说呢 道爷 我老林是个魂鬼 生前胆小怕事 因为大家的一句玩笑 而去上吊 死后怨气在胸部的散去 每一天死亡的每一刻呀 都会经历一场 雕死的痛苦 当时我恨你 恨和我开玩笑的人 想让你们所有人都死 以至于 变成了厉鬼 心中只想让喊人 今日 道爷一句话 言行梦中鬼 我人生的前半生 作孽大了头肺 赶尽了坏事 后来解放了 我隐心埋名 害怕被清算 被枪毙 东断西藏 成了惊弓之鸟 中年来到这个村子 相亲待我 恩比天高 我却因为乡亲们的几句玩笑 而去上吊 我死后没有想 我死也是因果报应 是我当年作孽 应得的下场 当时在下面只想着报仇 仇恨 仇恨一天天地增加 我一天天变得强大 越是痛苦 我的仇恨一旧越深 我趁着头目毁坏 跑出坟子后 看见这两个小娃娃 当时我让仇恨和怨念控制 想让这两个小娃娃死 本来我就要成功的让其中一个小娃娃上吊 可是惊雷响起 两个小娃娃逃回来 我看害不死他们 我不甘心 于是跟着这个小孩来到家里 接下来的事 你们都知道 我现在想想是我错了 如果报应不爽的话 我当年做的恶事 也应该受到报应 吊死鬼老林说到这里 已经是气不成声了 看样子 吊死鬼是真心悔过 那声音哽咽到 最后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道爷说 唉 好了 时间都过去了 这样吧 你先回你的阴宅 等待几天 我让人给你打一副棺材 就用我院子里的木头做 做好了 等到好日子 我们给你搬家 让你不再受罪 我现在 把鬼公穴的银针拔出 你赶紧地离开二怪的身体 你乃是纯阴之体 小孩子 智阴智阳 很容易被阴气所亲 引起疾病 吊死鬼老林听完之后 赶紧地又给李道爷跪下 这回不用麻子大爷再抓着手臂了 吊死鬼老林跪在那里 李道爷伸手 拔出银针 当李道爷拔出银针之后 只见二怪两眼一翻 身子如同软面条一样 一下子瘫在地上 趴在那里 一动不动 我大娘看到这里 赶紧地过去抱住二怪 大声地叫着二怪的名字 掐着二怪的人钟 看样子 大娘是真急了 叫了几声 看二怪不回应 赶紧地转身求李道爷 李道爷摇着手说 没事 没事 二怪身上的阴气重 改住了阳气 不过 现在附身的鬼魂走了 孩子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宝爷说话的功夫 二怪真就醒了 只听二怪嚷着肚子撑得慌 我朝二怪看去 死时的二怪一脸的痛苦 脸上痘大的汗珠子 一个劲地往下掉 他躺在那里 捧着自己的肚子 哎呦 只见他的肚子 已经滚圆滚圆的了 看样子掉死鬼 借腹身的机会 吃了个肚圆 我大娘看着二怪难受 又赶紧问李道爷怎么办 李道爷小呵呵地说 上茅房 这个老林啊 死的时候肯定没有吃饱 一抚身就没有命地吃 二怪你赶紧起来 去趟茅房 肚子就不胀了 二怪听了之后啊 赶紧地捧着肚子 往茅房里跑 过了好一会儿 二怪才从茅房里出来 这时的二怪脸色正常了 他跑到大伙的跟前 看着大伙问道 我不是在西面那地儿那里吗 怎么会回到了家里 还有 我记得就吃了几个蚂蚱 怎么会肚子胀得难受 我记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